懷胎十月 父母也期望子女健健康康 做足精準的產前檢查 是母嬰最大的保障 當時拖著她, 甚至出一輩子 都沒人知道她發現她是唐氏綜合症 所以會有不開心的 如果她正常 她現在的情況會如何呢 科技不斷進步 做足西茶, 環疾都可以預防 這個大腸癌西茶規劃 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好的成效 甚至我希望看到有一天 香港再沒有大腸癌 預防勝於治療 由社區出發, 可以及時拯救生命 她自己覺得身體不舒服 其實她就不太醒覺 這是心臟病的危機 我都會安排跟她送急診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來到 她的情況會更加嚴重 才去醫院治療, 已經延遲了 人口老化, 醫療需求越加迫切 如果提前凍息病原 就可以真正做到自眉病 結婚, 生兒子, 組織家庭 共享天輪之樂, 是不少人的理想 我們一起去看聖誕節, 好嗎? 趁著聖誕佳節, 不少家庭 包括Lidia一家三口都去了尖沙咀 感受一下節日氣氛 她很喜歡去外面, 她會很興奮、很開心 她會到處跑, 而且會告訴我 那些是甚麼 Lidia的兒子子敬今年七歲 她望落比同齡的人矮小 原來在梓敬一歲的時候 被確診患有唐氏綜合症 語言能力亦發展得比較遲緩 手指比較粗, 沒那麼靈活 而且她矮小一點 可能100… 公道比較鬆一點 她之前也有生流 她有700多度的院士 所以現在都會戴眼鏡 而且會定期去看醫科醫生 Lidia發現梓敬一直有情緒行為問題 去年十月, 梓敬就確診患有自閉症 看看… 不過梓敬的情緒來得快, 去得快 扭了一會兒, 她又再次興奮, 四周跑 所以每次外出, Lidia兩夫妻都勞心勞力 有一次, 梓敬還差點走失了 突然她在公園跑走了, 其實很害怕 叫她的名字, 她又不承認 因為太小了, 從公園不見了 如果爸爸在這裡就好一點 她就負責幫忙抱 但有時候也會鼓勵她逛逛 但一逛逛, 有時候也會逛逛 所以她就要跟著她跑 就是體力, 很多動力, 很多勞動 我跟媽媽… 敬敬, 過來做功課 你乖媽媽的獎勵, 你貼紙好不好 你看… 例如我自己是中學老師 如果她是正常的小孩 我會怎樣去培養她 一定會有衝勁 不過當然, 後來輸了一輩子 也知道她有這個問題 其實她不想的, 可能她就蹲著 擋住路, 其實她又越來越重 我自己…有時候腰部有點痛 人們經過就說不要妨礙你 有時候也會有些少許的說話 但我覺得也沒辦法 她有時候有停水問題 但她經常帶給我們很多喜樂 是我們的開心果, 對吧 你知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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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我生出來的 所以也會愛惜她 還是很喜歡她 沒有後悔過生出來 因為她真的很可愛, 很可愛 而且這個禮物很珍貴 小姐, 來吧 太好了… 小姐 婦女一旦懷孕 在第11至13週 已經可以進行超聲波檢查 推斷小朋友患有糖質綜合症的機率 如果需要進一步確認 就要抽羊水檢查 不過也有機會 查不到胎兒潛在的糖質基因 紫敬就是其中一個 做西查也是正常的 坐完穴之後才懷疑她是糖質綜合症 我們也有照一個結構性的超聲波 她還有一個報告寫著 說是糖質綜合症的風險 是比較小的寫著 院員也沒有說她是有什麼問題 所以就沒有再進一步去檢查 產前檢查、基因測試等 都是預防醫學的其中一環 平時我們經常聽到的 培養運動習慣 不吸煙、注射預防疫苗等等 就是初級預防 而各類的篩查 例如是癌症篩查等 就是二級預防 目的都是想預早發現和及早治療 本身很喜歡小朋友的Josephine、莊淑貞 家裡最近多了一位新成員 你不是想說話嗎 我大兒子今年五歲 第二個小朋友就是四歲 最小的女兒剛好五個月大 三孩之母的Josephine 是一位遺傳學及基因組學 專科醫生 專系診治小朋友的基因疾病 她作為一位媽媽 更加體會到父母面對小朋友患病 有多難受 我得到你,媽媽 有一些家長在你面前 已經即時控制不了 就很傷心,不知如何算好 我們更加要知道 作為醫生是要堅強一點的 正因為行醫多年 接觸過不同的個案 令她對產前篩查 有更深的體會 雖然每種產前篩查都有一些局限 不過預先發現就可以及早治療 因為一些大染色體的問題 其實產前的篩查都可以很準確地找到 有哪些病是值得及早發炎的 其實應該及早篩查 因為其實可以有一個早點的治療 會幫助病人的餘後會比較好 每次懷孕 Josephine都會做足染色體測試 包括是唐氏的基因測試 不過她做的 並不是最簡單的抽羊水方法 而是近十年才開始的 無創產前診斷 無創產前診斷 由努玉明教授和她的團隊研發 這個發明更為努玉明 取得有美國諾貝爾獎之稱的 拉斯克獎 八十年代她在副產科實習之後 開始思考有沒有方法 可以不需要抽羊水 又可以獲得嬰兒的基因 但抽羊胎水就是有危險 因為她是有一個入侵性 是有一個危險的 有機會嬰兒會因此而受傷或流產 所以不是每個孕婦都會做 盧玉明利用孕婦的血章基因 做無創產前診斷 這項技術可以檢驗到 唐氏綜合症和其他遺傳病 科研不斷進步 盧玉明發現這項技術的原理 也可以應用在癌症篩查 寶寶在媽媽身體上生長 放出血糖 跟癌症在癌症病人身體上生長 放出血糖 現象很像 我們中國人說病向潛中醫 我想如果你越早知道 越早是計劃越早醫 是越來越好 Colin是一名癌症康復者 他說自己年輕時工作很忙 不過在40歲開始 每三年就會做一次基本身體檢查 在49歲的時候 他就發現自己患上大腸癌三期 其實真的完全沒有 之後再看一些文獻 究竟大腸癌的徵兆是怎樣的 可能會大便出血 突然消瘦,會很累 大腸癌大腸癌在香港癌症殺手第二位 每年大約有五千人確診患上大腸癌 突然患上癌症 Colin為了將生活節奏放慢 更加開始接觸瑜伽 現在Colin每兩年都會做一次搶鏡 亦不時提醒家人要及時檢查 因為當時真的沒有這個意識 現在如果有更多宣傳 讓我們的意識高一點 如果我們可以早點去做一個測試 早點做一個腸鏡 如果有色慾的時候 就已經將它做了切除的手術 剝掉它 其實腸癌的情況就會改善了很多 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家亮 有份研發大腸篩查 他本身是腸衛科醫生 由千禧年起 他發現大腸癌的確診數字 上升速度很快 所以開始研究解決方法 但是當時市民 還沒有預防大腸癌的意識 當時在政府不覺得 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所以要改變我們一般人 這方面的教育水平 要改變我們政府的想法 以至改變一般的醫生 對於預防大腸癌 這方面的心態 花了很多年時間 近年政府終於重視大腸篩查 在2014年 推行大腸癌篩查計劃 資助50至75歲 無症狀的本港居民 接受大便隱血篩查 如果篩查呈陽性 政府就會資助他們 再進行大腸鏡檢查 陳家亮覺得參與篩查的人數 始終不夠多 香港百分之十 甚至不及百分之十的適齡人士 是願意接受這個近乎免費的 大腸癌篩查計劃 即是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要是不知道 或是沒有知識或是不願意 比較起 不幸運 萬一嚴重大腸癌 要開刀做手術 接著要化療、住院 引致自己失去工作能力 家人要陪伴、照顧 其實引致的費用 是一個天文的數字 因為我是獨居者 所以我時時都要一切都自己照顧 75歲的李美璇 十幾年前已經退休 他以前工作需要長期暫立 所以由50歲起 膝蓋不時隱隱作痛 我試過跌膠 三、四年我試過 不知道怎麼拉斜筋 我就拿了三年拐獎 他雖然痛, 我也忍著 退休之後 美璇搬到九龍灣住 這裡有商場, 買東西也算方便 不過走回家起碼要十分鐘 也難免要上上下下 對於膝蓋痛的美璇來說 也是一大難題 現時公立醫院骨科新證輪候時間 需要75至99星期 美璇排了一年多 才輪到他看公立醫院骨科 結果醫生只開了止痛藥給他 我承認, 年紀大, 退化 所以我又忍小 我們養成的乳痛共存 很多人都以為我是一個老人科醫生 其實我是一個兒科醫生 林靜才是前任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由兒科出身 變成著重關注長者醫療問題 他覺得預防的概念 大人、小孩都知道 但偏偏人越大 就越以忘記要做好預防工作 父母很緊張小朋友的預防 但是到了成年人 他自己顧自己的時候 已經開始不太理會自己的身體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老人家 很多的慢性病 膝蓋退化 其實都是因為他青年人、成年人 那個階段的時候 他的預防做得不好而引致 他覺得大部分預防醫學的措施 應該在社區裡面進行 由日常生活開始 但是香港的醫療方向偏重治療 令到市民的預防意識不足 香港的系統很好 小病我就自己這樣包 我去樓下看醫生 大病我就去急症室 這種概念慢慢令到香港的文化 都是著重治療 總之有病的時候就去看醫生 沒有病的話自己也不會理 近幾個月 香港房屋協會和理工大學合作 在香港十一條屋邨舉辦了一個評估 測試居民的膝關節健康 有份策劃這個項目的吳家文留意到 不少長者因為膝蓋痛而不願走 越走得少 跌倒的風險就越高 他們有膝蓋痛的時候 已經去到很後期 都痛了很多年 他們可能會覺得 都是老化的問題 不需要特別處理 受膝關節痛困擾二十幾年的美船 都參加了這個評估 這就是膝蓋的屋室角度 這次來說 這個表現就差一點 研究團隊透過這個測試 發現不少長者像美船一樣 雖然可以正常地走路 但是原來色關節隱藏危機 不管的話分分鐘會惡化 開始有膝蓋痛 希望長者可以擺脫這個困擾他們多年的問題 牙齒壞了 就要剝掉了 我們希望每天拆牙 就防止它爛牙 膝蓋也一樣 我們也是用拆牙這個概念 不想它爛牙 我們不想它爛膝蓋 我們就是要每天去做運動 去加強我們的膝關節健康情況 就防止它退化 我本身之前是禮聯合做洗腔護士 這裡其實我們都是服用一些長者 其實我覺得跟我本身的工作 都很類似 在社區推廣預防醫學 需要有經驗的醫護人員實踐 有幾十年醫護經驗的盧念珠 去年以兼職的身分 加入城市大學 而年在家護理團隊 他一個星期 大約會為十個長者進行家訪 為他們提供個人化的護理服務 現在在收拾 我們每次去探訪前 都會收拾一些用品 有血壓機、血糖機 這個好像譬如這個淡熱氣 這個是血氧機、血糖機 裡面還有一個叫手攜式的心電圖機 有血氧機、血氧機、血氧機 這一天,盧念珠 和另一位護理顧問梁少雄 一起去牛頭角探訪一名獨居長者 這次已經是他們第三次去探訪這位伯伯 你好, 何伯 你好, 盧姑娘 和梁姑娘 你坐在這裡就行了, 我坐在這裡 先幫你量一量血壓 看看剛才你說的… 每次探訪 盧念珠都會登入醫健通 掌握可白最新的病歷 家庭會的同時看不到醫健通的紀錄 進入醫健通後 我們才能看到他的醫療紀錄 抽血紀錄和復藥紀錄 幫他做個整傳評估 還有做一個醫療計劃 胸口不舒服了五分鐘 是痛的 同學百問症期間 發現他心臟似乎有些問題 然後怎樣令他沒那麼痛 沒辦法, 他忍著痛 忍著痛 因為你很少說 下的, 下這樣 這裡我就有點擔心 他跟我們說 申訴說他的胸口不舒服 心臉圖也可證明到 他可能有點不適, 有些異常 我們都比較擔心 獨居的可白 家裡沒有輸換心臟問題的藥物 因為怕他有突發情況出現 盧念珠和梁姑娘 打給可白的家人 相亦如何處理可白的情況 我們今天跟他做個心臉圖 看不到他是什麼心防戰動 不可分析 所以這裡我也要擔心 最後他們決定叫救護車 送可白去急症室做進一步檢查 我是護士, 我想幫長者叫救護車 清醒的, 搭配有本身血壓膏 還有現在喊心口痛 我們是否會有症癌? 替你做一些檢查 在痛時沒有跌倒撞到的 其實不少長者都是不懂得分辨 哪些是身體發出的危機訊號 可能會錯失治療良機 其實面對這種情況不是小見的 我們家訪的目的是 我們希望早發現、早處理 這是我們的大前提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來到 心臟血管開始有緊失的情況發生 可能那一刻才叫白車 叫白車後才到醫院治理 已經延遲了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 怎樣才可以令患者 不需要不斷來回醫院和社區呢 其實醫社合作的概念 已經提出當年 近年政府也在各區開設地區康建中心 嘗試由社區改變市民的健康習慣 以預防為重,早發現、早治療 預防勝於治療 永遠是捍衛健康的金科玉律 我身為有很多事都能幫助我 我身為有很多事都能幫助我 就是我們努力一個星期兩次 是非常好的 政府可以給予一個這麼好的設施 讓我們做大腸篩查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應該浪費了它 為何不預早不要讓它出現呢 如果真的有了嬰兒 都會考慮做T21去檢查 但現在科技都發達了很多 都可以預先知道更多健康的情況